副教授您说 副教授您认为他没有做了什么 我刚才已经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关于那些 部长 那么他们有这种言论的时候 却没有对付他们 没有惩罚他们 其实不是惩罚的问题 其实是 就是说 杀意敬百 就是说下一个 怎么讲 set a standard 对啊 不过我要讲的两个东西是 一个是我是觉得 因为我们现在是 在internet的时代嘛 那么我们常常谈到 我们现在 我们的information 到处都来 那么我们不 不在 有时候 觉得很难分析 到底那些 information是对的还是错 两个是真的两个是假的 有些有谣言这些 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是觉得在我们教育系统里面 critical thinking是变得更重要 变得更重要 在教育上要推动的是人权教育啦 因为我们现在呢 常常判断事情的时候 是以种族的眼光去判断嘛 那么人权教育教导的地方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人他有一些基本的权利嘛 就是说就算一个人 我们觉得他做错了 但是他还是有一些基本的权利 我们是要尊重一个人基本的权利 所以呢 那regardless of whether you are Chinese or Indian or Malay 但是就是说我们要尊重 而且尊重呢 并不是因为你是你是谁 那么就是因为你是一个human being you have the human dignity 所以呢 那个你有那些基本的权利呢 是 对 所以我是觉得这种概念呢 在马来西亚是非常 weak very weak 非常的弱 在马来社群里面 对 在 在 不只是马来社群 马来西亚的 在马来西亚里面 社会 对对 这比较弱了 是 对 余辉您怎么去定义 怎么去解释 什么是种族敏感的课题 首先先讲回于我觉得首相的确 他有发表说要谴责 也要抓拿这些暴徒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很多时候只是政治的外交辞令 我觉得他做的还不够足 因为你看哦 如果是一旦遇上好像307大集会者 反对党大集会 警方的雷厉风行 在之后的逮捕 秋后算账 几乎是每天一个一个人只上 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 他逮捕了只是一开始好像有一些行动过后呢 包括抓了那个布洛克 甚至都没有套上手铐 反正反对党领袖 只要你被扣留或者被秀 记得要套上这个手铐 然后甚至还要要求延长扣留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做得非常不足的 根本就是不足够的 所以我觉得这首先要互相责任 然后第二你问我什么是种族的敏感 敏感议题 我觉得这可能关系到这是语言和文化的东西哦 那么最重要的东西是大家互相尊重 对刚才有的陈副教授有讲的 那么尊重的是什么 就是我尊重你的存在 你可以自由自在的享受享有你的生活 我可以自由自在享有我的生活 即使我跟你可能不是朋友 我跟你可能不是没有交流 但在这个同一个空间上 大家有各自的生活 都可以安然无恙的过下去 这个就是种族和谐应该有的这个景象 那么敏感的话 种族敏感的一些议题 可能就包括语言和文化方面 你不要出言来侮辱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文化 这样子的情况 这个应该是要注意的 那么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政府应该关闭国家干训局 这是一个培养种族主义分子的一个基地 这个基地多年来培训大学生 告诉这些大学生 这个是马来人的土地 华人是外来者 所以你看整个政府的整个议院 整个政府的思维中枢系统 就是这样子告诉大家 所以有时我们不能怪一些马来同胞 会这样子讲华人是外来者 来讲多个面对 不是他们的错 是这个国家教育制度去帮他们洗脑 国家干训局的存在是为了政治利益吗 我觉得肯定是 就是去告诉他们这些族群都是外来的 我们这个国家一定是要马来人 一定是回教徒是一定要掌控的 所以这些人都是外来者 所以这个在大学的时候就很多了 这样子的课程 培训大学生 培训公务员 你要解决掉这些种族主义的分子 关掉这个国家干训局 他是其中一个人 还有就是对付一些煽动种族的报纸 每天就是告诉 比如说505大选 就要问华人还有什么 这样这种报纸怎么可能恢复煽动 还有他的读者呢 还有部落客 还有部落客 对啊 还有一些Facebook的 大家看得到这些报纸 这些单位是没有被受到对付的 反而是被容许默许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种族敏感 自然而然被他们操作煽动 放大了 对 讲到报纸 我这边有个问题了 是来自Derek Deal 他问三位嘉宾了 这个 当然我们知道媒体在 在这个传达还有维系种族和谐关系上 我们判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可是在Laya事件后 因为我们发生很严重的种族冲突了 你们认为中文媒体不只是报纸 包括电视台电台等等 中文媒体可以做些什么 把我们华人的心声传达去给政府听 或者是把马来民间的想法带入华社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也是延伸到另外一个话题了 我们一直都存在着很多刻板印象 所谓的stereotyping 就比方说马来人很懒惰 华人很狡猾很自私 印度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一些观念一直都根深蒂固 所以外皮圣瑶 你们觉得我们应该做什么 这个我们在教育上 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教育吗 一定是教育的问题 包括媒体的教育 因为你看 把马来人讲的这样子的东西 这个是一定是不对的 这是一定肯定是不对的 把每一个华人讲这都是奸商 这个一定是大错误的 把印度人讲到又这样又那样 也是绝对错误的 因为你去小心地观察 都不是这样 人家的文化背景的问题 人家的传统历史的问题 你要看一个比较 马来人同样是马来系统的 你去开普顿看看 那马来人特别的 他都各个方面的表态 跟华人都没有两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 他也是同样于这个族群嘛 而且马来人的族群 他的真正的 他什么地方来各个方面呢 当然今天不是研究这个东西 只是说很多时候 很多种族 他的来源都是很想象的 都是很想象的 这个系统都离开不了的 那么无论如何 任何一个种族 有好的有坏的 有勤劳的有懒惰的 只是说你的观念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